9月8日至10日,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特别代表,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并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 8日下午,栗战书会见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金永南。 栗战书说,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 是双方共同的保贵财富。 中国党和政府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朝关系, 致力于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加强沟通交流, 为推进两国立法机构建设和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相通的理念, 希望双方加强经验交流、互学互建, 共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金永南说,当前朝鲜正在全面实施新战略路线, 我们希望借鉴中方的经验,愿同中方携手, 以此访为契机,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 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会见后,栗战书和金永南共同出席了朝方 为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招待会, 并观看了朝方为各国代表团和平壤市民举办的音乐舞蹈综合演出。 此前,栗战书前往锦绣山太阳宫, 向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塑像敬献了花篮。 5日,栗战书应邀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 与金正恩等朝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平壤各界群众一起, 上午在金日成广场观看了庆祝活动游行, 当晚共同观看了大型团体操表演《辉煌的祖国》, 共庆佳节,共享喜悦。 随后,栗战书出席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 代表朝方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0日上午,栗战书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业了《中朝友谊塔》, 敬献花篮并在留言部上提词, 深切缅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栗战书还参观了平壤教园大学, 同师生们亲切交谈。 栗战书说,今天是中国的教师节, 向平壤教园大学的老师们表示慰问, 希望学校教职员工做中朝友谊的友好使者, 为中朝友谊世代传承做贡献。 的话,我们下次见到我们的想法先开始。 大学会议低下。 录像流露和原商技 collaborators等明星, 从中的2位置证明还会议到他们的勾计。 福音乐视频, 并非努力和入院的组绩。 并非努力和入院的后期充满, 并非努力和入院的同志愿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